我曾给沦为乞丐的伤骨一袋金子 过了几年 他成了扬州首富 正在我欢天喜地的等着他给我塑金身的时候 他给财神也盖了一座庙 我也曾救过绝望头虎的关家小姐 帮他和如意郎君突破万难 结果他们拜了月老 一桩桩一件件的功德都攒到了别人头上 我什么都没唠到 所以我决定干拨大的 我是白露仙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为困境中的凡人指点迷金 一方面当然是我大爱苍生 另一方面吧 就是这是攒功德 功德越高 法力也就越高 得凡人自愿供奉 那才是有效功德 可惜凡人都不太聪明 老师拜错了庙 上错了香 导致我都成仙百年了 还是个低微的小仙 所以我决定干不大的 南唐国繁华富庶 国泰民安 可是我瞧着这老皇帝授数不长了 我看出他死的那日会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这老皇帝有九个儿子 肯定是他驾崩了 九个儿子都奔着皇位使劲 才这样的 但是只要我选个好的儿子 弄上去当皇帝 就能避免一场浩劫 那他将来就一定会取全国之力 给我供奉香火 肃金身 那便是我非生成神的日子了 说干就干 我偷偷地摸进了皇宫 听到老皇帝和太监说 明日春烈 是该考虑立太子了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这个关键关卡 我得考察考察 选个好儿子扶持才行 大皇子殿内 皇后娘娘正在嘱咐着 明日 一是要好好表现 让你父皇好好看看你的本领 二是 小心你那几个兄弟 别伤到你 听到吗 大皇子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句 是 这大皇子看来是有野心的 皇后娘娘对其他皇子也有敌意 妥妥地公共母版啊 二皇子殿内 贵妃娘娘喝着茶 满不在乎 不就是狩猎吗 我而最擅长了 二皇子皮肤有黑的脸上 露出一口大白牙 那是我将来是要当大将军的 完了 这老二没追求 下一个 三皇子 他的母妃几年前生八皇子的时候 难产去世了 皇帝看他们俩太可怜 就交给了没生育的娘娘养着 此时 三皇子正在练子 他整个人看起来都很阴郁 淡淡的忧愁在眉间总是挥之不去 细长的眼睛里 总像是藏着心事一样 杨母娘娘在一旁包了葡萄 喂着小小的八皇子 八皇子吃葡萄流的到处都是 污了宣纸 三皇子不耐烦地眯起了眼睛 凌厉的眼神让人胆战心惊 杨母抱起了八皇子 跑出了宫殿盒 这三皇子一看就是个大反派 四皇子 是个废物 我去的时候 正花天酒地 不务正业的五皇子 是个球 算了 他还是少吃点吧 至于剩下那几个 年纪太小了 等他们能想到给我苏金身 不得等个十几年啊 思来想去 大皇子看来是最适合的 嗯 那我就化身凡人 成为他的心腹 然后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 助他成为储君 登基后 我便显出原形飘然离去 深藏宫与民 这样他就知道 我是白鹿仙了 我趴在屋檐上 正畅想着未来 不禁笑出声 突然 远处飘来一阵仙气 我伸着脖子 仔细地嗅了嗅 还是个同类 飞紧 糟了 有人抢饭碗 我在皇宫里找了许久 也没找到那屡仙气的来源 看来此人功力在我之上 我失了个 只有神仙才能听到的仙法 问道 敢问是哪位仙友 这地方是我先看上的 仙友去别处吧 一阵风从身后吹来 我警惕地转身 屋檐上站着一个人影 月光下不太清晰 但我依稀能感觉到 对方的高大我细细观察 隐约地探出了对方的真身 原来是只老鹰啊 是大鹏 我心中一惊 他语气不善 不能叨我吧 但是 我不能耸啊 我底气十足地喊着 仙友 求你了 我真是缺功德 我进来要助大皇子成为太子 登上皇位 仙友还是不要和我这个小小鸟 抢了吧 你助他 是啊 我助他 说完 挺起了我骄傲的胸脯 和黑声嘲笑后 他飞走了我 松了一口气 嘲笑就嘲笑吧 只要把这地方让给我就行 嘿嘿 第二日 一行人来到了猎场行宫 我躲在树后 偷苗 老皇帝正在嘱咐他的儿子们 老大注意安全 老二记得防晒 老三笑一笑嘛 老四把你怀里的姑娘给我放下 老五 你少吃点 紧接着 狩猎开始 嗯 很好 那接下来便是我大展拳脚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我化身威武的侍卫 等大皇子孤身一人时 我便出现 将提前换化好的猎物缝上 助他拔得头筹 赢得老皇帝的喜爱 然后顺理成章地进入行宫 成为他的心腹 远处 大皇子已经孤身骑马而来了 好机会 我向前踏步 结果惊了一旁的兔子 蹉了出去 紧接着 四五只剑从四面八方向飞来 这几个皇子的剑术 可是真不咋地 剑射得七扭八歪的 甚至有的剑都快飞到了大皇子脚边了 怪不得都提醒他注意安全 可正当我笑他们不过如此的时候 嗖的一声 一只剑与只插我的胸口 强大的剑径 直接把我射翻在地我射到了 远处二皇子兴奋的奈喊传过来 蒙得真准啊 好在 凡人的刀剑伤不到我 可是这剑径确实大 我一时半会 还真起不来 这时 几个皇子都到了 看到我不是猎物啊 是个人 都开始惊慌是错起来 小侍卫 你没事吧 大皇子率先问道啊 啊 有事一群人把我围得密不透风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哎 忘了准应急约了二皇子 对不住啊 这都扎胸口了呀 嗯 疼 能进大皇子的银杖 再来点血 大皇子看着我快速红透了的衣衫 大惊失色 快请太医 你看 不愧是我选中的好大 那心里就是生命至上 我被抬进了银杖 鲜血顺着床檐流到地下 大皇子握着我的手问我 小侍卫 还有什么依言吗 我也是十分配合 虚弱的说 我敬仰大皇子已久 愿以后能做大皇子的贴身侍卫 护您一生周全 行行行 我记住了 按高级侍卫的行列给你办 虽然计划出了点意外 但也算顺利的进了大皇子的阵营 后面我还得发挥我的聪明才智 帮助大皇子赢得老皇帝的欢心 就在太医为我费力的包扎伤口的时候 太监来传旨了 老皇帝立了大皇子当太子 什么 我一个鲤鱼打挺捶死病中惊弹起 众人吃惊的看着裹满了纱布的我 都傻言 恭喜哈 接着我两眼一翻 装晕到了晚上 账内无人 我坐在床上琢磨 不对呀 我这还没发力呢 他咋就成太子了 难道是我学会心想事成的法术了 高估你自己了 有你没你都一样一个高大的身影先连 而入你是昨晚那只笋大棚 他有些气急败坏行行 你刚说的啥意思 南唐国 立笔立长 他生下来就是太子 你没有啥 白计划了 我懊恼非常 你都不会好好看看气韵的吗 那大皇子脑袋上那么大一条龙韵 你看不到吗 我不会看气韵 我低着头 有些难过 没有人叫过我这些的 他似乎叹了口气 你那个血 别流了 反正要是流这么多血 人早干了 哦 哎 那你来南唐国干什么 他警惕地看着我 并不说话我是好鸟 你说吗 报恩他不耐反地说到报恩 报什么恩 百年前 南唐的开国皇帝 曾就过殷杰的我 我算出三年后 南唐国也会有一截 所以打算来报恩赌措 三年后 皇帝驾崩 南唐大乱 这和我算的一致 九子夺狄 看来我还有机会 那我和你一起 我同他说道 但是看他的表情 好像不太乐意 于是我继续劝道 没什么用他虽面无表情 但是从他的眼神里 我确实看到了 嫌弃别妈上线 你不要因为我成仙 不久就轻视我 我很厉害的 你就当帮帮我吗 你成全我一小下下 好不好 不要用这个健硕的身体 说些撒娇的话 很恶心 好吧 我忘了 我现在是个高大威猛的侍卫了 大皇子成了太子 我也在太医的手底下 渐渐的康复 所有人都说 我是个医学奇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久的将来 我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天才 而且并不平平无奇 我成了太子的贴身侍卫 开始他还想把我支走 但不好意思 不可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已经过了五个月 我忙得不行 我要时刻寻找机会 时刻为大皇子出谋划策 还得时刻防止 有人会暗害他 终于 我成为了太子的得力干将 时刻都可以站在他的左右 近日 他召集了几个大臣 要商量洛河水患的事宜 洛河连着下了五天的暴雨 眼看要绝地了大臣一号 殿下 洛河上游两旁皆是良田 若是洪水流不下去 肚子上抱着胳膊 只起一只脚 也想了想办法 其实也简单 就看取舍了 良田挪不走 但房子可以重新建 水患正多年 就是没人有下令千村的魄力 不过这也不怪他们 没钱没人 都不敢下这个决定 可如今太子不同 他有权有势 他可以 细化了一下想法 就准备开启我的高光时刻了 这可是我展现我的聪明才智的好机会啊 我上前一步 信心满满的喊道 殿下 太子看着地图 一个白手 让我闭嘴 然后说道 洛成军派分成三只 一只去上游 迅速扩建临时居所 一只去下游 加高堤坝 帮助百姓上迁 还有一只向南蛙沟 将官道暂时破开 泄洪到南处的山谷中 这不对啊 这说的全是我的词啊 太子不知妥当 回过头来是意 我继续我抿了名嘴唇 那个殿下您说这么多 可不 那你还在这干处着 给我倒杯水 哦好吧 我承认 这几个月没怎么高光过 就像那臭笋说的 我在太子身边没什么用 我想到的 他都能想到 甚至比我还快一步 不过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要泄洪的南山谷 确实没人生活 但却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在 如果不能控制好水量和水速 也是会生灵涂炭的 我向太子告了几天假 立刻动身前往了南山谷 洛成军挖钩到这里需要两天 还好我是鸟 飞得快到了南山谷 我为谷底两侧 建起了石头低岸 也告诫南山谷的生灵 都远离谷底 可正当我在欣赏自己的杰作时 几只幼崽跑得慢 眼看就要被洪水淹没了 我飞身上去抱起了幼崽 可洪水混合着石头 已经冲断了不少两旁的树木 奔腾着向我而来 就在我六神无主之时 有人将我蓝腰抱起 飞到了半山腰上 别愣神 是那只帅鹰 钥子 你来了 去救他们 洪水我来控制 多么坚定的一句话呀 虽然我好像听到了牙碎的声音 我画出白鹿真身 在林间穿梭 捞起了被洪水冲走的小鹿 也就下了逃窜的松鼠 回头望去 那只药子竟然还能维持人形 游刃有余 有条不紊 它确实比我厉害很多 我们俩耗时一天一夜 洪水终于缓和了下来 汇聚在谷底 成了蜿蜒小溪 缓缓流淌 这次泄洪事故 最终灵伤亡 我飞回它的身边 化作人形 此时的我 着实是有些狼狈 衣服破破烂烂 身上也都湿透了 至于它 纵使法力如此高 如今也是个落汤药了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 细细地观察它 见没樱幕 鼻梁高挺 湿透的衣衫 紧贴着身体 勾勒出紧致的线条 这应该是我见过 最好看的飞禽了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忍不住发问 男也男也 这名字真好听 我叫白鹿 就是那个很白 很漂亮的白鹿 看得出来你法力好强啊 洪水那么猛 你都控制得住 你法力这么弱 还敢来这里 我是神仙吗 神仙就要心怀众生 总不能看着 这南山谷生灵图探把 他直直地盯着我 神仙 你脸上有泥 你牙上有菜 我不服输地盯了回去 我只吃肉铺 哈哈哈哈 终是我没忍住 笑出声来 只用尽力气后的酣畅淋漓 他也微微带着笑意 挥了挥手 我们两个就都干净如初了 后来 洛河水患算是彻底解决了 临时住所改成了坚固的房屋 牵过去的百姓都被分了两天 破开的关道搭了石桥 泄洪的分支流到了南山谷 南山谷的生灵 有了更多的水源 我回到了太子身边 晚上偶尔会想到 南野的样子第一碗 他的鼻子好像挺高的 于是我也偷偷捏高了 自己的鼻子第二碗 他的眼睛好像也挺大的 于是我也把眼睛 变大了一圈第三碗 他的嘴唇好像更薄一些 于是我也得薄一些 当然每次捏完脸的第二天 太子就会很惊悚地问我 你是不是又变样了 没有啊 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我睁眼说瞎话 鼻子气壮 后来 他喜欢丞相柳家的姑娘 还总让我去打听 柳家姑娘的行程 和喜好白鹿 你说柳姑娘会喜欢 这副字吗 太子殿下又叫我了 这是今天第六次问 柳姑娘喜不喜欢了 可他每次都只问 又不送 殿下 你要实在是喜欢 就娶了他吗 找陛下赐个婚就行了 你当真如此想 可万一柳姑娘对我并无情意 那岂不是会误了他一声 不会的 任谁都会喜欢你的 太子紧闭地咽了口吐沫 是 是吗当然了 你可是太子 太子一愣 任谁都喜欢太子 可他们是喜欢太子的地位 还是喜欢我赵云翰呢 有啥区别 这都是他 想不通 告退了我躲在屋顶上吹风 有些想念我的小池塘了 身侧 一股熟悉的仙气出现了要子 如果没有功德 我会死吗 哎 我也有些伤春悲秋了 毕竟我在太子这边的进度 着实是有些慢的 不会 他顿了一下 但总有一天 你可能会被我打死 糟了 他又想刀我 可明明上次 我俩关系挺好的呀 他眯着眼睛审视着我 为什么要变成我的样子 你的样子好看吗 我喜欢 说完我冲着他甜甜的笑着 他微微一正 然后说 我第一次知道 我的脸笑起来这么恶心 笑容消失 怎么了 没见过猛男微笑吗 柳姑娘随母亲入宫 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有心撮合 让太子带着柳姑娘四处走走 我跟他后面 听着他们俩个隐晦 又闻粥粥的对话 毫无进展 百无聊赖在后来 柳姑娘黑着脸走了晚上 我躺在床上 又开始琢磨 怎么帮帮他们 要不我化身劫匪 把他家一起绑了 深宫之中 奶来的绑匪 奶也来了要子 你又来了 那你说 我施法让柳姑娘落个水 太子英雄就没怎么样 他瞪了我一眼 太子不会水 那你说怎么办啊 太子太蠢了呀 靠他自己肯定不行的 你这么热衷于当月老吗 那你帮我看看柳姑娘气韵吧 他会不会成为皇后啊 我还想说些什么 可门外却传来 太子急促的脚步声 我和奶也对视一眼 他快速闪身到屏风之后 但还是被推门而入的太子 看见了一脚太子凝视着屏风 低声问道 白侍卫 不知你房里的是谁啊 我也紧张起来 帝王向了一心重 他不能怀疑我要害他吧 万一赶我走怎么办 我思虑着开口 是沉的 嗯拼头 拼头 男拼头 还是女拼头啊 当然是女子啊 我心虚极了哦 白侍卫平时里女子连看都不看 不知今天怎么多了一个拼头啊 太子一步步靠近屏风 突然大喝 出来 我被这呵斥吓里跳 男也怎么可能会是女子 早知道说没人了 可是太子已经看见了人影 要不然抹了太子的记忆吧 男也可能会是法术的 或者我说我记错了 其实是男拼头呢 可是那样更奇怪吧 我正胆战心惊时 屏风后传出一句女声 是 紧接着 男也化作了女声 从屏风后面缓步而出 我和太子结实一愣 太子愣的是 刚刚感觉明明是个男子身形 可现在看来 竟然真的是个宫女模样 我愣的是 这不是我吗 太子突然好像松了口气 又感觉有点失落 她叫什么名字啊 姚姚 我猝不及防地回答到姚姚 是哪个宫的 我怎么从未见过 那个换衣局的 洗衣服贼干净 我顺便还竖起了大拇指 男也冷着脸弯了我一眼 我打了个寒颤 不自在地陪笑 我说你平时 怎么不理那些小宫女呢 原来是藏着这样一个美人啊 太子看了看我们俩 又沉默了一会 突然坐下开始叹气 感慨万千 白露 记得当时你冰死时 一言偏偏说的是敬仰我 这半年来 你对我又寸步不离 我真的是 不过好在 你有了摇摇 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 我祝福你们 有什么难处就和我说 殿下 我赶紧打住太子的话 看样子他是喝了酒的 莫名其妙跑我这里干嘛 殿下大晚上怎么来找我 啊哈哈 没什么 白日里 看你闷不作声 所以来看看 那你和柳姑娘怎么样了 柳姑娘心里没我 你没看到今天 她脸上毫无笑意 我与她说话 也心不在焉 听不下去了 白天 我施法让柳姑娘 踩了小石子崴的脚 心动时刻 结果太子说 她头上掉了朵花 然后被吹下去了 别说柳姑娘是黑着脸走的 在场所有人 脸都黑了 扶不起的太子 我憋着嘴摇了摇头 太子神情哀伤 瑶瑶 坐 你是女子 你说女子心中的如意郎君 是什么样子的呀 男也从容地坐下 回答着 自是要处处将她放在心上 想她之所想 急她之所急 既要体谅她的辛苦 更要尊重她的决定 太子的脸微微红 瑶瑶姑娘身为女子 却有一股阳刚之气 还真是女中豪杰哈 要不你先把腿合上呢 男也低头 看着自己大马劲刀的霸气作姿 缓缓地合上了腿 你和白侍卫还真是绝配呀 太子离开了 我坐在床边 踢着脚问男也 要砸 那你心仪的女子 又是什么样子的 记性好的 最起码要记得名字 我就记性挺好的 我没划行的时候 有只大燕抢我的鱼 我追了它百里 后来它只要飞过来 我就吃掉所有的鱼 然后使劲捉它 你那是记仇 我突然反应过来 要砸 原来你喜欢的是我 男也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怎么敢说的呀 不是吗 难道我想错了 不应该呀 我这么长记性 而且我又白 羽毛又光滑 后来 男也就走不成了 太子说 以后我们一起在他宫里当差 我们顺理成章的同吃同住了起来 太子给柳姑娘写了好多酸诗 但是一篇都没送出去 我也悄悄地去过乡府 柳姑娘秀了特别好看的荷包 天天握在手里唉声叹气 我想把荷包偷回来放太子桌上 但是男也不同意 他说感情需要顺其自然 可是这两个梦葫芦 不得顺到七老八十啊 柳姑娘又进了宫 这次我拉着男也藏在假山后 这个地方太子能看到 而柳姑娘看不到 我嘱咐太子 让他一定跟着学假山后 我同男也说 你挽一下脚男也不明所以 并拒绝了我 我着急的释法 想让他失去平衡 男也也释法 和我对抗 很显然 我不如他 于是我 摔倒了紧接着 一个纤细却有力的臂膀 接住了我 我摔入男也的怀中 他的身体虽然是女子 但我依旧能听到 属于他的心跳 这种鸟类独有的快速心跳 让我有些紧张 慌慌地起身 不敢看他 糟了 我回头看向太子果然 他虽然满脸的疑惑 但还是有样血样 身子向后倒去 不对啊太子 你摔反了呀 太医 快传太医 一群人围着倒地 昏迷不醒的太子 十分焦急 柳姑娘跪在他的身侧 不停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太子昏迷了整整一天 柳姑娘也哭了一天 天快黑的时候 太子终于醒了 他看着床边眼睛 已经哭肿的姑娘 抬手轻轻地 替他擦去了眼泪 哎呀 难道是摔开翘了 在我以为 一切终于可以顺其自然的时候 太子消沉了 他已经好几天 没找我点听柳姑娘了 柳姑娘对来的信 他也不看 全都堆在桌上 殿下 你和柳姑娘怎么了 我们完了啊 为啥 去他的顺其自然 就太子这脑袋 治国上是明君 感情上就是至今头冠 殿下 我记得你上次说 人人都喜欢太子 却不知有没有人喜欢你 对吗 太子红了眼眶低着头 并不言语殿下 你晕过去之后 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吗 有人喊着太子殿下 有人喊着太医 但有一人不同 他喊的是云汉 太子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我 我接着说你躺在床上 柳姑娘哭都不能自已 他说 若你这辈子起不来 他便照顾你一辈子当真 太子的语气中 充满着激动和欣喜 柳姑娘花了半个月 为你缝了个荷包 上面有你的名字 你若不信 可以去找他问问 而且我顿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挠着头 你昏迷的时候 我把你那些情诗 都给了柳姑娘 还和他说 你非他不娶 然后他说 他说什么愿做鸳鸯 不先先太子跳了起来 激动地握着我的肩膀 疯狂摇晃 白鹿 我真是谢谢你啊 说完就出宫去了 其实柳姑娘 还是太年轻了 当神仙可比鸳鸯 有意思多了 我去找了南野 兴高采烈地 向他描述着 刚才发生的一切 南野看着我手舞足蹈 脸上带着笑意 说我不管闲事要砸 原来人类在一起 这么困难啊 什么话都藏在心里 不能露出来的 我趴在床上 摇晃着脚丫 接着说到咱们鸟类 就简单得多 看看羽毛 脖子撑几下就好了 就像这样 我撑着脖子晃 晃男也突然坐直了腰背 耳朵微红 哪有此鸟求偶的 我一愣 这份什么雄词 一边说着 一边晃得更起劲 他好像更不敢看我了 你这副男子模样 就不要趴床上瞎晃了 怪不得大家都说 你娘 大家还说你爷们呢 我只起身子靠近他 在他红透的耳边 轻轻地吹了口气 还说咱俩绝配他落荒而逃 哈哈 上仙 不过如此 太子和柳姑娘大婚了 我很欣慰 洞房花竹叶 我在太子院子里守着 毕竟繁殖的时候 无法时刻对周围保持警惕 这很危险 月夜凉风袭袭 我很是舒爽 太子突然打开了房门 对我欲言又止 白露 你平日里靠着东西 只起一只脚就算了 你现在在院子中间 也经济独立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不好意思 我有点太惬意了 我缓缓地放下了脚 然后太子就把我赶走了 回到房里 我坐立不安 这是太危险了 他们怎么就不明白 我拉着男爷 要他和我一起回去 保护太子和柳姑娘 可他不去 还正脱了我的手 我不服 伸手去拉他的衣领 撕扯肩 他的衣领松开 露出了一片雪白的肌肤 他现在还是女子之身 和我的样貌 我看着时隐 实现的山峰雨沟壑 有种亏是自己的羞涩 男也低头看向衣巾 我猛地拖起他的脸 这怎么能看 这和看我有什么区别 可是这也的确是他的身体 他会不会平时也看 怎么办 我拖着他的脸 举也不是 放也不是 他也明白了过来 脸颊微红 干渴了几声 然后一挥衣袖 变成了男身 平日里没人时 我不变女身的 我也急忙变回了女身 嗯 我也是你也是 什么 男也抬起头问我 我也不变女身 他吃惊的看着我不说话 气氛并没有好很多 好像比刚刚更加尴尬 于是我转身要走 他急忙上前拉住我 然后反手把我按在椅子上 严厉的警告我不许去 居高临下的身形 让我下意识的抓紧了 自己胸口的衣巾 男也的脸 瞬间红透了我不去 我想出去吹吹风 我的声音 稀不可闻的我 也出去偷偷骑屋顶上 两个人安安静静 我率先打破沉默 其实也没多大事嘛 虽然是我的脸 但说到底 还是你的身子 你就是表面上看 我好像有点吃亏 那要不你现在也变回男生了 我也扯掉你的衣领 这样咱俩谁也不吃亏 我两眼放了光 刚刚就是没扯我 那不是我的脸吗 我还想看看你的 我小声嘀咕着 男也瞪了我一眼 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所以我不想任何人 抢了他的皇位 他现在和太子妃 每天如交四期 不用我过多的操心 当然主要是因为 太子妃不让我靠近太子了 白眼狼 不过我也终于有时间 可以去盯着大反派 忧郁三皇子了 立了太子后 各皇子都出宫立了府 我潜入三皇子的府中 发现他天天最喜欢的 就是练字 最宝贝的就是他的宣旨 平日里也不怎么说话 他的母妃偶尔带着八皇子来了 如果不小心碰了宣旨 他立刻就摔杯子摔碗的 脾气很是暴躁 若是任其发展 将来肯定走上弯路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男也 他却不可置否 不过没关系 有他在 他一定会帮我抖底的 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嫌弃良母了 衣服洗得更干净了 一日 我听说忧郁三皇子 找了莽夫二皇子一事 如今的莽夫二皇子 手里可是握了兵权的 于是我赶紧急急忙忙的动身 出门时便撞到了 刚回来的男也干什么去 这么急 三皇子怕是要谋反了 顺风耳的法术 结果不小心 踩到了窗外的枯叶水 屋内的人已经察觉 快速往窗边走来 我稳住心神灵机一动 喵了一声 紧接着化作了一只三花的用猫 蹲在窗檐之下 三皇子打开了窗子 我歪着头看着他 喵他正正地看着我 停顿了许久 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班 紧接着一声嚎叫 惊起了树上许许多多的飞鸟 后来三皇子抱着我不撒手 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恋子狂人不再恋字 改成了单轻 画的全是我 我屡胡须的样子 我伸懒腰的样子 我舔毛的样子 我踩着墨汁 在他的桌子上溜达的样子 宣指不再是他的宝贝 他将宣指撕成一条条的被我去抓 甚至连睡觉都要把我放在床上 握着我的猫爪或者尾巴 才肯入睡 偶尔我会掉落几根胡 他会捡起来握在掌心 许个愿 再小心翼翼放在一个荷包里 忧郁三皇子不再忧郁了 而我被困在了三皇子的府里 我不是没试过跑跑 可他如果醒过来没看到我 就又开始摔杯子摔碗 号令整个宫的人 绝第三尺也要找到我 我本慈悲 眼下这可能是帮三皇子 回归正道的唯一办法 所以我就只能一边这么干挺着 一边传音给南野半个月后 在我的千呼万唤中 南野终于来了 我兴奋地奔向他 结果猫尾巴 我在三皇子手里 我直接摔下了床 在床边倒掉着挣扎南野 在一旁号争以侠地看着我 我放弃挣扎 抬头睁圆的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他 喵没办法 求人就是得有态度的南野 探着气摇了摇头 小心翼翼地帮我抽出猫尾巴 我开心蹭了蹭他 顺着他的力气 使劲地拽了拽尾巴小心伤着 南野的声音好像不太高兴 但动作却是十分轻松 他一点一点地拉动着我的尾巴 我的毛发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 心跳突然加快 尾巴拽了出来 他把我抱在怀里 抚摸着我的脸 当猫的时候 还是挺可爱的 我撑起身子 用额头蹭了蹭他的脸颊 他脸上发烫 薅着我的后颈 把我拽了下来 我化作人形 看着他傻笑半个月了 可待够了 南野盯着我说到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救我 我绝着嘴质问他 我瞧你待得挺好的 急通吃通睡 有日日相伴 还实施抚摸的南野的语气不善 我听得出来才没有 你要是早点来 我怎么会待这么久 你还怪上我了 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南野他的口气 从袖子中拿出了一只小三花猫 谁让你非得变一只三花猫 我找了半个月 才找到和你一样的 嘿嘿 那我下次变白猫 最近不太平 还是要小心些 哦 知道了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为我兜底的 三皇子的危机解除了 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猫奴 众人知道了他的爱好 都会送猫讨他欢心 然后他就有了一副底的猫 而那只小三花 成了猫老大 每次花园里散步 后面都跟着许多小弟 后来南野和我说 当日三皇子和二皇子商量的是 皇帝受臣 太子让他们商量商量 练兵给皇帝看 不是谋反 好吧 又白费了 不过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南野说 隐约的看见皇帝眉间有股黑气 但我法力不行 看不出来宫里最近也总出事情 时不时的有人晕倒 隔三差五的 还有人失踪南野晚上回来 担忧的和我说 这宫里 恐怕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意思 还有别的鸟 不是鸟 恐怕是比咱们两个都厉害许多的人物 我有些紧张 他递给我一只羽毛 这羽毛你随身带着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我收下了羽毛 这个羽毛通体金黄 闪着微光 摸着十分柔顺 我曾以为他的毛是黑色的 没想到还有金色 想必这是他身上最漂亮的一根吧 我也变出了一根羽毛 与他的金色不同 我的羽毛是雪白的 这也是我身上最好看的一根了 这个给你 虽然我的羽毛没什么用处 但我想你留着 怕他拒绝 我紧接着补充着 哪怕 哪怕你做根羽毛比 也肯定是最顺畅的 男也拿起我手上的羽毛 郑重其事地说 我会留好他的 我在 他就在 他的眼神很坚定 并没有嫌弃我的羽毛 还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我的心碰碰碰地跳着 白鹿 你不要逞能 有时一定要叫我好 我们心惊胆战地数着日子 离奇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和男也却发现不了任何端倪 我们确定 那个人 不是我们这种级别能对付得了的 离皇帝嫁和西去只剩一个月 他们一件黑气已经十分重了 连我都能看到模糊的一团 男也说 那黑气已经隐约地出现了个人行 那再过几日 等他显出原形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那人到底是谁了 或许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谁 男也没有回答我 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这一日 皇帝把我叫到了跟前 他躺在床上 无力地和我说的话 这个人 曾亲征北地 意气风发 曾广开学堂 以郑国锋 他做过许许多多的事 他曾是这个国家主人 可是现在 却垂目老矣 缠绵并掏白鹿 太子跟我讲过 你虽身为侍卫 却也是唯一能真心带他的朋友 可 当皇帝是很孤独的 以后他能有人陪着他走下去 朕很高兴 可还可 皇帝怕是冲不了多久了 我低着头硬着 心里十分酸楚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锦囊 交到我的手上 朕有九个儿子 若日后他们有不成之心 你便买这个锦囊 交给太子 知道了吗 可嗨嗨 是从皇帝的寝宫中出来 天空中阴云久久不散 看来 老天爷也知道 一代君王即将是去 南野今些十日 都是夜晚才归 黑气已经扩散 他用了大力气 绘制了很多保命符 让太子他们佩戴在身上 防止黑气清体 连续的忙碌 让我们都有些憔悴 但好在 我们还有彼此宫外 也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时不时都会有百姓生病 咳嗽 晕倒 最后吐血而亡 天下大乱的结局 已经开始酝酿 我和南野如今十分被动 只能化身医者 为病重的百姓诊治 我们查很多古义书 也求了许多的仙游 我们在药里施仙法 力求保住百姓的性命 可除了这些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南唐国土很大 我们无法兼顾 只能是就一个算一个 阴雨绵绵的一个月 很快过去 今天便是皇帝驾崩之日 太子和一众皇子 跪在寝宫之内 我站在殿外抬头看天 今日 黑云压成 那云像是海里的巨浪 一层又一层的奔涌而来殿内 已经隐约传出一些哭声 紧接着桑中响起 一声声的钟鸣震耳欲聋 飞云越来越浓烈 压的人透不过气突然 狂风席卷 后云中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 紧接着一道闪电直奔我批来 我敏捷地闪躲 还是破了一脚 正当我惊魂未定之时 又一道闪电批来 我察觉到不对劲 紧忙化为白鹿飞往城外的空旷地 那闪电好像长了眼睛 每一道都追着我 这难道是我的雷杰 纵使我飞得再快 也很难躲过 身形后飘落着许多羽毛 先红而又唇白我受了伤 也已经飞得精疲力尽 心里想着 哪也会不会来救我 又怕他真的来救我一道闪电 突然从前方批来 我躲闪不及 下意识地抬起翅膀 而后被披落 在地区痛起来 我浑身冒出了冷汗 低血的翅膀已经焦黑 下一道闪电也已经开始酝酿 我躲不掉了呵呵 看来成神无望我苦笑一声 任命地闭上眼睛 一声淒厉的音叫透过云层 直到我的身前 闪电没有落到我身上 因为我面前 是一只通体金黄的巨鸟 张开了翅膀 替我挡住了致命的一击原来 这就是金翅大鹏鸟的真身 如日月般闪耀的眼睛 如铁一般坚固的阴爪 浑身闪着金光 哪怕是现在的阴云中 也像阳光一般照进我的心里 原来它的每一根羽毛 都是这么美雷声还没有停止 南野的找中一道白光射中我的胸口 却未伤我分毫 只是怀中皇帝给我的锦囊粉碎 紧接着 已经劈下了闪电 瞬间转了方向 朝着宫殿的方向而去 所以我的雷杰算是过了 我呆呆地看着南野 他的后背也已经焦黑 血漏模糊 让人心疼那不是你的雷杰 是温神的 他附在皇帝身上 今日皇帝一死 他便破身而出 温神现世会有雷杰 他送给你是替身符 就是看准了你是低微的小仙 就算死了也没人会重视 所以让你扛了雷杰 竟然真的是一位正神 原来从来都不是九子夺嫡 而是瘟疫白露 你离开这里吧 那是正神 不是你我能对付的南野 我打断了他 然后左右晃动了脖子 你脖子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在向你求偶 我的羽毛很好看的 只不过现在烧焦了 不过你的羽毛更好看 所以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好不好 他正正地看着我 然后绽放出柔软的笑意 好 南唐此时 已是尸漂遍野 人间炼狱 百姓要食无医 人人口吐鲜血 尸体无人收拾 温神的黑气随处可见 南野说 只有神才能对付神 所以他托了许多仙友 去请付神来 而我们也在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为百姓诊治 可惜杯水车薪三日过去了 付神没有一点消息 可人间惨状 却是实实在在地看在眼里 我成了仙 面对惨剧却无能为力 不免落泪南野 我们不能再等了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 其他办法有的 我有办法 南野抬起头 有些意外 什么办法 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仙的吗 我语气平和 一百年前 我被猎人射伤 奄奄一息 独自缩在池塘边等死 他的灵气 我才成了仙 所以南野的表情 十分凝重 我喝了要王菩萨的血 所以我的血肉 同菩萨一样 是要 够了 你不过是个威莫小仙 拯救苍生的事 还轮不到你 况且 况且我们已经去请付神了 只要他来了 南唐就有救 南野慌乱而又焦急的夺步 我却很开心 原来我在他心中 是这样的重要 我起身拉住了焦急的他 小仙又如何 法力低微又如何 温神因为我是小仙而轻视我 难道也轻视我吗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仙虽微 亦不可轻 虽然要王菩萨可能不记得我 但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他的弟子 他教会了我慈悲 也教会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所以南野 你会帮我的 对吗 南野会帮我的 我知道 一直以来 他都是站在我身后的人 我很想念太子 如今的皇帝 我回到宫里 隐约的看到 黑气已经突破护身符的屏障 曾经如朝阳般的太子殿下 如今也有了并颓知识赵云汉 他看到我一愣 挤出一抹无力的笑容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怎么会呢 白鹿 朕很没用吧 如今瘟疫肆虐 朕却什么都做不了 会没事的 南唐会没事 你也会没事 南唐会同原来一样繁华 因为你会是个明君白鹿 你要走了 是吗 我低下头 不忍和他告别你不是普通人吧 我一直就觉得你不一样 你受了伤 会像没事人一样好的飞快 还总是变换样貌 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他 回忆着我们的过往 脸上带着不舍的笑意 这其实是我在人间待的最久的一次 从没人叫我本领 也没人告诉我朋友是什么样的 是赵云翰教会了我人的情感 人有着喜怒哀乐 有着生老病死 每一条鲜活的生命 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死 赵云翰 我死后 你会为我供奉香火的吧 会为我肃金身吗 到时可别拜错了人哦 我笑着看他 语气神秘 别被吓到 我其实是神仙 还是个女神仙 说完转身化为白鹿 离宫而去 我和南野站在城墙上 阴云久居不散 南野眼眶湿润 轻轻地将我拥入怀中白鹿 记得等我好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 我只能处去病痛 却无法赶走瘟神 而他打算舍弃生命 即毕生法力 重创瘟神 这时他要报的恩 我阻止不了 就像他也无法阻止我一样 不过这样也好 黄泉路上 我们还是可以相伴的 愿我以血肉身躯化为春雨 为人间处去白苦 愿我以正直遥想化为春风 助你负责大地大鹏斩翅 镇臂而飞 江春雨吹动 洒落南堂的每一个角落 黑气沾到雨水尽数散去 南野 我去遥远的山中 云长雾绕 山中有一处小小的池塘 那是我和南野醒来的地方 这是扶神的地盘 他救了奄奄一息的南野 也救了支离破碎的我 扶神说 心怀天下的神仙都不该死 我记住了 所以我又多了一个师父 虽然我师父并不知情 我和南野伤好了以后 离开了扶神山 从此天高任鸟飞 是乘风而起的字意 是劫后余生的畅快 我们在一处姓名之中住了巢 房屋整体看上气 简约大气 因为没有家具 只有一张床 倒不是没钱置办 而是专心点 南野掰过我的脸 喘着厚重的粗气 可是这很危险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有我呢 一大一小的两只鸟 在林间上下飞舞 惊起一片落花月夜 若是有人抬头望向天空 一定能看见月影中 大鹏展翅 乘风而起 而在大鹏的背上 站着一只白鹿 表情惬意 眼睛微闭 这是我的大鹏 从此我也能扶摇 至上九万里了 于是我悄悄地支起一只脚 嗯 舒服 不对 还有我的功德 我的金身呢 我们回到了南堂 世人皆传送了我们试迹 说舒先生说 一个白衣女神仙 舍身化作春雨 她的坐骑大鹏 展翅一挥 将春雨带向整个山河 你是我的坐骑 现在确实是了 说舒先生还说 皇帝下令 为白衣女神仙宿金身 盖神庙 还说女神仙曾化身白露 称赞皇帝是个明君 有了有了 金身 神庙 我贪婪地搓着手 我拉着南野 去找我的金身和神庙 庙宇内 祭拜的人无数 香火鼎盛 我兴奋地进了庙内 庙内的金身神态慈悲 一手碾花 一手持镜瓶观音菩萨 完结 翻外温神鼻青脸肿地缩在墙角 捂着脸哭泣 呜呜 扶神掐着腰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挥了挥捏紧的拳头 下次再敢搞事情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呜呜 温神的哭声响撤云霄